中国近几年掀起宠物看中医的风潮 像这只上海的五岁哈士奇 因为脊椎受伤 后脚瘫痪 就来接受针灸治疗 站不起来不能自立的狗让它站起来 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问题 因为站不起来它的生活质量是不行的 受医师指出 中医疗法在宠物身上一样有效 即使一次45分钟的疗程 要价约1200元台币 还是有不少四组上门求医 只为求宠物康复 其实动物接受针灸治疗的经验 可以回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 这位四组决定带爱猫来尝试 经过四次治疗后 猫咪已经可以正常跑跳 甚至可以和其他猫咪打架呢 除了中国 台湾 美国 日本等地 也有宠物中医的疗法 但也有专家提醒 真的使用可能会产染疾病 还有宠物容易乱动 挣扎 也可能会在治疗过程中产生危险 不过对这些四组来说 为了让宠物恢复健康 他们可不会放弃任何机会 下公安之后 还可以看到